求通過a.30 而且跟 x加3公號平方加y平方等64 相切的圓的圓形 所形成的圖形的方程式是什麼 那我們要求一個圖形的方程式 就是假設那個點 這個圖形上任意點 叫做xy 然後看看xy有什麼關係 它的關係式就是方程式 所以你要求圓形的方程式 那你就假設圓形叫xy 就是說你現在有一個圓 它的圓形叫xy 而且它這個圓會通過a.30 而且跟另外這個圓相切 那我們發現這個圓 它的圓形是在-30 然後半徑18 所以它這個圓形在-30 半徑18 那這個三領跟-30 這個距離才6A 所以這個三領其實在圓的內部 那這個心的圓通過這個a點 要跟這個大圓相切的話 在內部要相切 那一定是在內切 所以畫出來就長這個樣子 那長這個樣子 不管你這個圓形的半徑是多少 就是說你既然是相切的話 切點跟圓形這個就會形成一個直線 那麼這個就都是這個圓的半徑 這半徑可能大可大可小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半徑是小的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這個p點到q點的距離 如果加上p點到a點的距離的話 那這兩個距離合一定會 因為這兩個相等 就會等p、q加上p點到切點的距離 那這個是一個直線 所以這個距離合就會變成是 這個圓的半徑 也就是說這樣的p點到q點跟a點 這兩個固定點 因為q點是這個圓形伏30 a點是固定點30 這個p點這個圓形 新的相切的圓形 那他到這兩個固定點的距離合 永遠等於這個 就是這個半徑 這個半徑就是半 永遠等於半 也就是說你這樣子的p點 到a點跟q點的距離合 永遠是外面這個圓的半徑 就是半 那這兩個固定點等 距離合是一個固定值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橢圓 那你可以把這兩個當作交點 一個30一個負30 那距離合等於2a 那a就等於4 那這個是c 所以c就等於3 a就等於4 那你就可以取得出b b呢就等於a平方 c平方 就是16-9 就是7 所以b呢是等於根號7 b就等於根號7 所以你的方程式 第一個 你瞭解到這樣 其實可以馬上寫方程式 就是說 它這是一個躺著的橢圓 因為這個交點是左右形 那一個c0-c0 所以中心在0 所以它長的方程式是s平方 加上y平方等於1 然後這底下要寫a平方 因為它是躺著的 a等於4 所以這個是要寫4的平方 b等於根號7 所以這裡要寫是根號7的平方 這就可以換到方程式 那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兩個向下等於8 那這是2a 2a就等於8 所以a就等於4 那這個兩個距離 一個30 一個-30 所以c就等於3 所以b平方算出來是7 所以它是a平方要放在s平方底下 b平方要放在y平方底下 所以剛才講的 這個就是跟這個螢幕一樣 大概沒有問題